一早洛杉矶华侨文教中心门前 鲜黄色的校车 满载着主流学校的外国学生来到 大家兴高采烈的校车 受到由乔务委员朱碧云 率领的洛乔中心文化志工团热情的欢迎 来自北好莱坞洛杉矶联合学区班可福初中 两百多位洋学生和老师们一起来参加 由文化志工团为他们精心策划的 I 台湾文化体验交流之旅 全体集合在大礼堂内 听人人称呼小碧姐的朱碧云 以流利的英语介绍今天全天活动内容 并为舞台上大荧幕里 播放的台湾社会脉动影片做详细的说明 洛乔中心主任翁桂堂 也以主人身份接待全场热爱中华文化 又对中华民国台湾充满兴趣的美国学生 和他们玩认识台湾尝试问答游戏 亲切互动 舞蹈家陈希元老师 用巨型的三太子玩偶和大家上第一堂课 交跳电音三太子招牌舞Bobby 全体双手合十 依照节奏做参拜动作 加上台湾味十足的舞步 这支动感的民俗舞蹈 提供外国孩子体验台湾热闹的宗教文化 扯铃 这项中式童弯技艺 一来教导他们手脑并用 以及配合音乐的律动做游戏 简单的棍棒 绳子和漏斗形的彩铃 就能变化出各式各样的高难度拉扯技巧 在志工哥哥的示范之下 人人都有模有样的玩得不亦乐乎 一旁驾驶十足的中国功夫课程 孩子们此起彼落地以国语口令 学习咏春拳 蹲马步 挥仲拳 像不像 还真有三分样 我其实非常感谢 就是洛杉矶华桥中心 可以给我们这样的机会 可以有这样丰富的文化课程 提供给所有我的学生 学生坐在教室里听一个老师说 甚至我可能可以表演给他们看 可是一个班有三十五个学生 每次每堂上课只有五十六分钟 不可能每个学生都有机会 自己亲自去体验 摸到或是做到 那带他们来这里一天的课程 可以让他们真正把所有学习的语言 运用在生活里 真的去碰到 摸到 使用到 那样的整个学习的过程 绝对完全不一样的 乔教中心会议室 今天变身为书法教室 老师先教大家认识 笔墨指宴文房四宝 接着握笔挥毫 一点 一横 一撇 一勾 丝毫不能马虎 个个摒弃宁神 一笔一画的正享受 用毛笔写中国字的乐趣 文化志工老师 自编自导自演的布袋戏 西游记正热闹登场 志工团长朱碧云 一趟趟的到台湾搜罗大批的布袋戏木偶 又带领大家制作五彩的戏台 仿佛把台湾民间庙会庆典的野台表演 搬到洛杉矶来了 给外国学生真正体会台式布袋戏的迷人魅力 造纸 这个中国古老的发明 文化课程现场制作纸张 让班可福初中的同学跟老师们大开眼界 自己动手做 看到纸张形成的那一刹那 成就感十足 洛桥中心在多元化的架构下 迎进来走出去了很多很多的学生 那今年我们再度了迎进来了 从North Hollywood来的将近两百位的美籍 美籍西翼的学生 差不多像去年一样 我们也是动员了将近四十多位的志工们 在这里帮忙 那当然志工里面有很多都是有专业的知识水准的 那我们在藉由这些文化的导览跟教学上面 把我们的语言传递出去之外 我们教他们中文 教他们我们的华语文的文化 我们中华最美的文化 最重要是我们带出来要介绍我们美丽的台湾 因为我们希望在这些孩子们的心里面 点上一颗小小的这个花 希望他们今天走进来呢 学习到的在未来的生活里面呢 都能够想到 当他们在生活实际在运用的时候 他们记得 哦 我曾经在这里学过 而这些知识都是从这么美丽的 台湾来的这些志工们带给我们的 洛杉矶乔教中心和文化志工团 长期努力为美国公立学校的学生 种下台湾文化的种子 期待在海外成长 茁壮 让国际社会看见台湾